台湾安利公司总经理陈慧文女士也已经到了现场 我们所有陈冠家族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 我知道今天在这里不仅是有来自于台湾全省各地的我们的伙伴们 我也知道今天在现场也有来自于海内外以及国外的很多的伙伴们 在这里我仅代表安利台湾公司的所有同仁诚挚地欢迎你们 厉临台湾 安利 我想我们大概到2018年我们就要迈入到第60年了 在台湾也有35年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我想我们对于我们经营的安利事业 我们多了一份的骄傲 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们更骄傲的是我们不只创立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们帮助别人创立他们的事业改变他们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特别是我们陈冠家族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最骄傲的是我们继承了安利的事业里面的价值与理念 这才是我们安我们的陈冠家族所有的伙伴们最骄傲的是不是 安利 安利虽然至今已经要快60年了 安利的台湾也至今要到35年 我时常跟同仁讲 对于安利公司来讲 我们觉得我们要不断的创新 因为创新才能够让我们的事业机会 拥有最好的一个竞争力 而安利公司不论的在产品的研发上面 以及所有的后勤资源上面 我们不断的超越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 唯有各位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要支援的一个对象 也透过各位 我们可以改变社会上成千上万人 所要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命运 而安利台湾 我们今年迈入第三十五周年 三十五岁 刚好是一个成年的 一个成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关键 我们今年在台湾 我们在明年里面 我们也会有很多全新的举措 包括实体通路的部分 我们将会在台湾 塑造一个 打造一个全球安利里面 第一个最现代化的智能体验中心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各位 而我们在事业机会上面 也是我们在明年里面的 所有公司的投资资源的一个重点 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一个伙伴们 在这里 我也希望 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兄弟姐妹 让我们把安利事业机会的价值理念 再细续的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伙伴们 周围的朋友们 而今天这样长的一个大会 我也在这里预祝我们的大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新科全球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 胡志刚 王熙峰 抗力 曾经的傅先生 傅太太 还有前排所有的F7前辈们 以及全球安利成冠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站在成冠大家行李这个舞台上 99年的时候 一本 一个95年会的碟子 一个年轻人 一对夫妻加入了安利 没有口才 没有学历 这两天很多的F7都在分享 他们没有人脉 能做到F7 那我们夫妻俩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在他们的基础上 我们没有太高的学历 就一本95年会 一对年轻人 有一个非常大的梦想 加入到成冠这个大家情里 一口气用五年的时间 加入安利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安利的钻石 我问我的介绍人 多长时间能做到钻石 我的介绍人告诉我说 五年 我用四年半的时间 一口气 就凭着95年会 听着成冠所有的领导人 前辈的F7的这些 带子 一口气做到了安利的钻石 做到钻石以后 真的是像 傅先生讲的一样 做到钻石 可以休息了 一口气 休息了五年 做了四年半 休息了五年 再一次被我的领导 发言 盯住了一下目标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一年的时候 去威耶娜旅游 参加钻石的旅游 那一次拜访 去他家里面拜访发言 发言重新给我整理了目标 不能再歇了 再干了 那一天的时候 从他家走出来 我走到了公司 招待的那个宾馆 一路走下来 走了一个多小时 重新梳理目标 那一年的威耶娜 玩的没有任何的意义 满脑子想的就是总监 12月份回到大陆 重新开始出招 用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做到了营销总监 因为习官再一次的 放弃了目标 又一口气玩了四年 这一次的是 12年 在北欧的船上 再一次被我们的李FG 再一次揪住了 不能放了 领导坐下来 再次给我谈了目标 那一次的目标非常的大 再到各位 今天我们夫妻站在台上 我是在这个屋子里边 从后边冲到前边 刚刚冲过来的人 你们的心理我非常的清楚 每一个人都想做到FG 也有人在想钻石 每个人都有他心中的目标 请完会议以后 我也是非常大的信心 但是回家以后 我觉得FG离我很遥远 内心缺乏了力量 那一天我的领导 再次给我坐下来 谈目标的时候 他直接给我拉到了FG 他告诉我三年做到 那一刻的时候 没敢接枪 我们的李FG 非常厉害 他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你内心没力量 你缺的东西 我能补 你敢不敢接这个球 那一刻的时候 我和我老公对视一下 说了一句话 领导我敢接 所以那一刻的时候 接下来内心的力量 我今天走过来 站在台上 最大的感悟 从后边冲到前边 只需要多做一个动作 内心就充满了力量 领导当给我定下目标的那一刻 我只必在座各位 多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要工作方案 执行领导的工作方案 我只需要今天 执行工作方案 解决打成目标的路上 所有遇到的问题 我非常感恩 我们的安师李FG发言 三年来 我真的从一二年定下目标 一三一次财年 做到了双钻石 上个财年 我们做到了FG 真的按领导给我执行的三年的方案 我们真的如愿达成了这个目标 所以再次借助高位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安师 发言和莲夫妻 这一次的时候 我也向我的领导承诺了 我终于学会了做安利 我再也不会放弃目标 我们夫妻的内心充满力量 要把安利传承傅先生的理念 把安利承冠的理念传承下去 把安利做得更大 做得更稳 谢谢各位 全球战畅执行委员 孙昌 华豪 康丽 尊敬的 傅先生 前排的所有的导师 在座的所有的家人们 晚上好 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 黄红 从事安利事业之前呢 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 我做过大学的 法学的教师 做过律师 也做过法律顾问 感恩 在安利事业当中 引领我的导师 郑浩天先生 罗文斌律师 感恩他们的自愈之恩 感恩周志堅先生 大爱的引领 更加的感谢 感恩 成冠的家人们 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感恩 我们之所以 追随成冠 大家庭 是因为 我们的大家长 我们的傅先生 他所诠释的安利事业 是最吻合 我们创办的精神 和理念的 是因为 他所演绎的 安利的生活 是最人性化 是令我们 最向往的 最具魅力的 拥有自由 拥有自由和保障的 这份安利事业的结果 我们将用一生 来选择 在这个事业里面 跟在座的各位家人们 一起去努力 和奋斗 我们是在 99年的时候 因为家人的健康 使用了 纽翠来 而进入 安利这个环境 学习营养 从兼职 开始 这个事业的 99年 兼职开始 这个事业 02年 我们全职的 跟我的先生 一起来从事 安利这个事业 在1415年 我们达成了 20个市场的 全球创办人 感恩今天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安利这个事业 值得我们一生来追求 这条路 不容易 但它很值得 感恩一切 感恩一切 亲爱的家人们 让我们一起 努力 共同牵手 这个舞台 是属于在座的 所有的家人们的舞台 谢谢 尊敬的傅先生 傅太太 以及全场 所有的成冠家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如自娟 我们两夫妻 恐怕是全世界都 不是太多的 就是两个人 同时去听安利 两个人同时 决定要做安利 两个人一直 一路同行 到今天的 人生的丰盛 来自生命中 有无数的幸福时刻 此刻的我 我站在这里 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作为一个从事安利 19年的安利人 我终于有幸 能够来到台湾 参加我们傅先生 主办的 陈冠家族会议 这是头一回 而且今天非常激动 我这一辈子 跟傅先生在舞台上 有了第二次握手 也在这一次的会议上 我见到了 1997年加入安利的时候 周先生推荐给我们听的 30盘录音带里面的 传奇人物 比如说秋中国先生 他昨天说他的声音很性感 其实我觉得很雌性 还和当年一样 有魅力 还有雷大哥 我当时听过他讲蛋白粉 很多的领导人 都是我们一路前进中间 很重要的动力源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尽管我们貌似离成冠有点远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们离成冠真的很近 因为成冠这个响亮的名字 他一直有一种强大的能量 在影响和感召着我们 让我们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让我这个原本只是在医院 做护士的人 也有勇气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7年加入安利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我要为改变我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做安利 同时我也希望让我所有的家人 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做安利 当时给到我最大动力的 是我年幼的儿子 我做安利的时候 我的孩子才三岁 我们经常带着他去参加安利的各种聚会 除了大会不能参加 几乎所有的家庭聚会 我们都是带着孩子参加的 当时我的一位领导人说 我的那位领导人跟我的介绍人说 院长啊 你能不能介绍几个再像样一点的人 因为你看这个人托儿带女 晚上聚会老托儿的孩子 可是我的先生真的非常的积极 当他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他说你看我们这样的人不成功 谁可以成功 我们晚上每天都要带着孩子参加聚会 我们都在做安利 所以虽然我们很少能够见得到 傅先生和各位成冠的前辈 但是你们一直在激励着我们不断的前行 我在这一路上 我觉得最最感恩的就是 我们能够成长在成冠这样温暖的大家庭 那个让我们不断的要让自己去成为 人生冠军的这个响亮的成冠的名字 永远植入在我们的心底 让我们永远有勇气一路向前 傅先生我们会在A60做到FA30分 谢谢你 当年的我我就希望周先生能够认识我 今天我很希望傅先生能够记住我 谢谢大家 下一位分享嘉宾 全球政策资讯委员胡文丽女士 各位成冠的家人们 各位前排优秀的成冠的领导人 领导人 大家晚上好 来到第三次来到我们的台湾 第一次参加我们成冠的家庭的大聚会 心情非常的激动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 今天晚上 坐在前排的很多优秀的成冠的领导人 在21年前 离开他们的家乡 从马来西亚 从台湾 从他们生活的舒适当中 来到了我们中国 当时的安利公司 只是在天鹅体育中心 有一个发货中心 在黄埔开发区有一个工厂 当时我们都没有见过 1995年的4月10号 我们看到的是 安利这样一个大公司 由我们广东省的省长 亲自剪彩开幕 同时 令到我们有勇气 加入安利事业的 是来自成冠的 全球各地的 这些优秀的领导人们 他们的言谈举止 他们的英勇笑貌 他们在舞台上 给我们讲解 安利这个伟大的事业计划 他们讲他们的过去创业的 艰苦奋斗的故事 他们讲他们来到中国 传播希望 传播梦想的这种 给我们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所以我想借助我们全场 一万多位朋友的掌声 感恩21年前 承惯所有的优秀的领导们 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从事安利事业之前 我做过大学的英文老师 后来又在广州一家 国营的进出口公司做翻译 最初让我进入安利的时候 其实很被动 我的介绍人 陈先生 两次把我带进安利的会堂 我很感恩 他第一次当我听完 我没有信心 去从事这个跟营销 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他没有放弃 对我的鼓励跟进 又把我带进了 我们成冠大家庭的课堂 两次带进以后 我建立了我人生的 第一个小小的梦想 那就是我要在广州 靠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靠某个什么背景 什么单位的领导的提拔 来增加十倍的年收入 这是我在安利的第一个梦想 当我看到我们成冠的 很多优秀的领导人 环游世界的照片的时候 每一个画面散出来 我就在想 假如是我站在 意大利罗马的斗兽场 假如是我站在日本的富士山前面 假如是我站在夏威夷的沙滩上面 我要怎么样尽情的去拍照 尽情的去玩耍 1995年 一个普通的上班一族 很幸运的落户在广州 安利中国的总部 很幸运的我们一群成冠的 优秀杰出的领导人们 来到了广州 开辟市场 我非常感恩 我们另外一位我们优秀的前辈 周志坚先生 他放弃了澳大利亚买到的房子 车子 住在宾馆里面 小小的一个标准间里面 他的会场有300平方米 他只住15平方米 要21年来留在我们的身边 给我们传播安利的文化理念 所以今天 在这里充满了感恩的晚上 我相信 人生其实有时候是一个选择 更重要的是一个决定 50年前 我的父母亲 是一个农民的后代 他们读书 进了城 做了老师 30年前 我从中国内地河南省 一个只有20万的小县城 考到广州读大学 而且我立足在广州工作和生活 21年前 我们很幸运的 加入了安利 成为城管大家庭的一员 我们三代人的命运 就被一次次的选择所改变着 因为我们的21年的努力 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完全的提高 我们的孩子今天 已经可以读到全球排行 第14名在美国的一所著名的大学 所以在座 90后 80后 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我相信 再过十年 二十年 你们一定会 感恩 今晚你们所做的这个决定 让我们一起 在另外一次又一次的 城管的家族年会上 相见 谢谢你们 下一位分享嘉宾是 全球政策咨询委员 张玉来女士 尊敬的傅先生 傅太太 陈总经理 安利的 前排的 我们城管最优秀的家人们 以及全球在座的 来自我们城管 大家庭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激动 也非常的紧张 很少很少的紧张 因为我是大学教师出身 本来是不紧张的 坐在后面 被大家开玩笑 说张云岚 为什么就你不紧张 你坐这很淡定 反而让我心里面 突然紧张起来 所以各位 一个人 你真的不知道 在什么时间 是什么样的情绪 会影响你 我是1997年 在12月份的时候 96年12月份 我了解的安利 当时我是 已经做了12年的老师 八年的选择 让我去到南非 去做钻石生意 回来过春节 在96年的12月 被我的介绍人 强行带入安利 当时我对安利 有点被瞧得上眼 所以第一次 当一个三轮车工人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当两个23岁的年轻人 去给我讲解安利的时候 我有点不屑一顾 但是当他们把我 带入安利会场的时候 我却对被这一群 有梦想 有热情的安利人 所感染 我为他们的勇气 而感到 这个特别特别的认同 所以当时我就想 安利这个机会 到底是什么 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我愿意 把我周围那些 当时我认为 需要安利机会的人 带入安利 让他们对未来 对生活 充满热望 充满憧憬 而我自认为 自己不需要这个机会 所有的安利 就有了两段的历程 第一段 就稀里糊涂地 做了一年左右 那么紧接着98年 4月21日 政府一刀切下来 我随即就跟着转型 我就做了一家媒体公司 当我的媒体公司 正做得风生髓起的时候 然后老迪卫视 来到中国 我又被那个三轮车 工人的领导人 带到上海 见到老迪卫视 那个时候 我才第一次 知道自己 这一生 想要的 想要实现的 所有的想法 居然可以在这个 过去我曾经 不屑一顾的 安利的舞台上 可以实现 所以我做了一个人生 我认为 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我就选择了 义无反顾的 选择了安利 所以 我第二次 在99年的12月 全力以赴 投入安利 当时 因为全家人反对 第一次选择安利 虽然没有坚持下去 但是我却放弃了 南非 做钻石生意的机会 那么第二次 家人就特别的担心 所以只允许我兼职做 那个时候 我白天做安利 白天做公司 晚上做安利 我也没有想到 当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定那个目标呢 就是傅先生曾经到南京去开会 我拿不到票 因为我的领导人远在广州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个决定 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 能够参加我们成冠的会议 那就是我必须在南京定一个上钻石的目标 因为当时南京还没有钻石 经过我两年多一点点的打拼 我居然真的实现了 我们南京第一个上高级经理的目标 我也很荣幸 也能够第一个成为南京市场的高级总监 第一个南京市场的F系 这要感谢我们成冠大家庭的温暖 和对我的支持 一路走过来 真的非常感恩 也非常的感动 感恩的是 进入安利这个大家庭 我一直在接受着 践行着 安利我们成冠的理念 我觉得我的价值观 和我们成冠的价值观 它的取向几乎是一致的 我非常容易尊重自己 也尊重别人 我对自己有信心 我也相信别人 我尊重家庭 热爱家庭 我愿意为我所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去付出 所以在安利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耀 我真的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看懂安利 选择进入我们成冠的大家庭 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 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恩 因为在一路走过来 在建设团队的过程中 有那么多的领导人 给我们做了 我认为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榜样 让我从他们的身上 能看到成长个人 是多么的重要 无论怎么说 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 你自身都要不停地改变 不停地成长 要慢慢地让自己具备人格魅力 具备影响力 你才有机会去建设好你的团队 所以七分人 三分事 这是我从小就接受的家庭的教育 而在我们成冠大家庭 恰恰也是如此 所以我一直非常的感恩 感恩我们成冠 能够给我们这样非常 我认为做人非常到位的教育 让我能够在带领伙伴 建设团队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用三条纽带去捆绑 第一条纽带 那就是价值观的取向 第二条纽带 就是我们有利益的捆绑 那第三条纽带 那就是我们在大家庭里 我们有情感这条纽带 让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牢固 所以一路一路跟随着成冠 跟随着安利 让我们不断地去努力 去释放自己 这两天更是激动 更是感动 我们施 这个施数珍 这个皇冠 居然也带领着800多位 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为整个这个大会 做了近半年的准备 傅先生也多次地去给大家做指导 我的贴身的这两天的服务的 我们的高级主任告诉我们 他们的工作就是因为要给F系做秘书 居然做了四天的培训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感觉我们成冠大家庭 太尊重我们每一位 为我们成冠大家庭 做出一点点成绩的领导人 真的发自内心的温暖 再一次感谢我们成冠的 所有的领导人和我们 施数珍领导人带领的工作团队 谢谢他们 接着我们要邀请的下一位 分享嘉宾是 全球政策咨询委员 周朝胜先生 正经的傅先生傅太太 以及成冠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好 很激动 也很紧张 为什么紧张 因为我从 一下飞机的时候呢 我的助理就告诉我说 你有三分钟的分享 然后就开始紧张 可是呢 昨天晚上就告诉我说 只有两分钟 又紧张了 刚刚把我们弄到后台的时候 可以讲五分钟 就混乱了 等我上台的时候 他告诉我 没关系 六分钟 七分钟 八分钟都行 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 自从傅先生定下来 这一节的年会放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充满着憧憬 我觉得这就是每一次的见面 不仅是加深了友谊 更重要的是凝聚了力量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 陈冠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气象 真正的感谢附先生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知道不知道合肥 不知道合肥 应该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黄山 黄山比合肥有名 那黄山呢 就是安徽的 我在作案例之前呢 是一个建筑行业的高级工程师 也是合肥的 经济技术开发局的建筑业管理处的处长 所以能够来作案例 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 但是也是情侣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太太作了案例 我记得很清楚 她选择案例的时候 那个时间呢 是在1998年 那是中国打击传销最严厉的那一年 所以我称她叫顶峰作案 当她决定开始作案例的时候 我的生活就乱套了 虽然很反对 但是我只能在内心反对 不敢表现出来 我想表现就是不敢 为什么我的生活乱套了呢 因为她一开始作案例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 好在哪里呢 就是她再也不问我 你晚上几点钟回来 可是 没有两个月我就发现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家那个茶几上 边周边开始有了三五个人 然后在那窃窃私语 我觉得这也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过了不到几个礼拜 我就发现 茶几那地方他们坐不下了 他们就围着我家餐厅的餐桌 然后就发现 那时候就开始有气氛 很兴奋了 三个月以后我就发现 餐桌他们也坐不下 他就把我客厅的沙发给掀掉 茶几给掀掉 买成了小圆凳子 一排一排的 我发现 当我在回家的时候 我听到的 不只是窃窃私语 而是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个时候对我来说 我就开始有意见 但是呢 有意见也只能忍着 可是有一天晚上呢 我喝了一点酒 酒后那人胆子就大了一点 对吧 所以中国人说酒壮怂人胆 所以回家都开开门 没有手关门 用脚后跟关了一下门 那个门就黄响 结果那些人都看着我 然后就告诉我 刘老师我们先走了 很快走完了 我进入书房 这时候我夫人把书房门打开 说出了 我说你进来 我说你出来 我立刻就出来了 他说我想找你谈谈 我说正好我也想找你谈谈 他说你说 我说你说 你说不说 我立刻就说 我说你知不知道 家是什么地方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知不知道 家是干什么的 他说那你讲 我说我告诉你 家是心灵的港湾 很有诗意对吧 家是修身养性的地方 家就是我回来 可以逛着绑子 穿着拖鞋 在这地方 装上来逛去的地方 家就是我可以 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 看帽子的地方 可是你自从 做了个破案例 我每天回家 要穿着整整紫棋 走路要亲手亲脚 上马桶 水都不敢冲 我说你做案例也可以 但是请你出去做 我们两个之间呢 从来没有过如此 他在这个时候 没有发飙的时候 这一次没发飙 非常优雅的转过声 甩了下头发 告诉我说 要出去也是你出去 结果 真的就是 我出去了 我每天晚上回到家里 发现我家那个客厅灯 餐厅灯是亮着的 我就不能进去 因为我怕见到那一帮 热情过了头的伙伴 关键是那一帮伙伴 在我看来 他们怎么都不想 做跨步生意的人 要么下岗的 要么就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要么就是那些 没有什么学历的 甚至还没找到来得及 找到工作的那些 小林青 我重点大学本科毕业 高级工程师出的 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有前途吗 所以不回家 各位其实真的 我真的不容易 1998年到2002年 四年的时间 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可是有一件事 那就是2002年 终于被案例公司 邀请去旅游 我在万般无奈 被威逼利诱 把我整去旅游 我那时候很恨案例 为什么跟我一点关系 没有 非要邀请我去旅游 去了 回来 做了一个决定辞职了 辞职以后我就问他 我说做案例 做钻石不是很好吗 今天讲钻石讲得很开心 因为在国内都不能讲 我做钻石的话 有留作 我说你为什么做四年 都不做钻石 他说我也想 不就没做啥吗 我说那到底做钻石 应该怎么做 怎么怎么做 我说我们今年做钻石 真的我们用一年时间 从高级组织 做到了钻石 结果呢 真的有一种东西 叫惯性 结果第二年我们就从钻石做到了双钻石 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你 我说做到双钻石的时候 才跟着我生东老师 跟周先生 然后到了莫斯科 才见到曾经的傅先生 多么不容易 我们做案例的时候 我学会了 我第一个工作就学会了 怎么翻置录像带和录音带 把九五成冠年会的录像带 加入的人都复制一份给他 那个录音带也是复印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成冠就是录音带 就是录像带 真的我非常感谢 是因为 有这些东西在指导着我们 我是周先生的秘书推荐的 当时我们还没决定 要做案例的时候 周先生说 你一定要做 我们去帮你的 可是当我们决定做的时候 再也见不到他 我们告诉他 周先生 我们真的六个小组脱离了 他没相信 后来我们真的告诉他 我们已经做到钻石了 他才来到合飞 但是我们非常感谢 这些案例的前辈 我觉得他给到我们的 不只是教会你 做一个简简单单的 产品示范 教会的不仅仅是 一个简简单单 帮你去沟通一个人 我觉得给到我们的是一种理念 是一种精神 我觉得这是让一个人 能够成就未来最重要的东西 非常感谢傅先生 也要感谢我的领导人 周志健先生 陈冠 我觉得就像一片土壤 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种子 也觉得你这里种子 有很好的品质 只要你丢到这片土壤里 一定会成为残念大树 谢谢 接着我们要邀请的下一位 分享嘉宾是 全球政策咨询委员 洪贤明 熊红梅 抗力 尊敬的傅先生 傅太太 邱先生 邱太太 前排的FC领导人 以及陈冠的所有家人们 晚上好 非常非常的开心 今天是我第一次 站在我们陈冠的舞台上 和大家做分享 我想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熊 熊猫的熊 国宝 中国的国宝 红色的红 梅花的梅 我来自福建省 武夷山下的一个小山村 我们村的人呢 只有50个人 非常的偏僻 那我呢 是中专毕业 然后是读药剂专业 那加入安利的时候呢 年纪很小 我想看一下在座的 有没有95年出生的 95年之后的 有没有 举手一下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我加入安利的时候呢 只有22岁 和你们一样 年纪很小 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做安利呢 就是想要增加收入 想额外多赚钱 赚多少钱呢 就想一个月 多赚一万块 多赚一万块的目的是 想干嘛呢 就是想买房子 还有一个呢 就是想要环游世界 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 来尝试经营这份事业 人家说 人的一生 有四个重要的选择 选择一个好的伴侣 可以幸福一生 选择一个好的环境 可以快乐一生 选择一个好的导师 可以智慧一生 选择一个好的事业 可以成就一生 那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幸运的人 因为 谢谢 谢谢 我加入 我二十岁的时候 就认识我边站的这位先生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那么小 第一次谈恋爱 就遇到了真的非常棒的老公 记住各位所有的家人们 给我先生一个热烈的掌声 所有的时候 人家说单纯就是一种智慧 简单真的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年纪小 想法很简单 就觉得这个人 很不错 很好 因为他也出生在农村 我们真的是门当户对 然后我家里呢 有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 我是第七个 然后我们全家八个孩子 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中专 所以我的舅舅说 我是山沟沟里 飞出来的金凤凰 果然因为安利这份事业 我是叫做冲出了亚洲 走向了世界 站到了今天这么大的 一个国际舞台上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借助各位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成管大家庭 非常的感谢 我22岁加入安利的时候 第一次去听课 就是听到了我们傅先生的课程 我相信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普通 小女孩坐在台下 我记得 我非常清楚记得 当时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要来中国做安利吗 你们想不想知道啊 他说为什么我从台湾来到中国 我就是想要提升 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我不知道傅先生是否还记得 但是我一辈子都记得 给我们尊敬的傅先生 再一次来个掌声 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非常的自卑农村的孩子 就是来到这个环境 不断不断地成长 不断不断地增加自信心 所以刚才说 选择一个好的环境 可以快乐一生 那么我第一次加入安利 就加入了成冠 第一次加入 就来到了一个 这么非常棒的大家庭 第一次听课 就听到傅先生的演讲 所以我记得当时 我去找傅先生的时候 台湾有位领导人说 傅先生您怎么有人 主动说我是你的伙伴 我怎么没有啊 因为当时我的介绍人 把傅先生的秘书的电话 给了我 我当时是在福州加入安利 那个时候只有22岁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幸运 那么年轻 就有机会见到 全球这么成功的人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觉得我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幸福 真的是 一辈子我觉得 我会一生都在做 这份事业 永永远远一直干到老 永永远远在这个事业里 好 谢谢大家 那么人的一生当中 有些东西好像是偶然 但是也是必然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这样一个农村出来的 小女孩 我的命运会跟 远在马来西亚的一位 成功人士发生关系 因为我的介绍人 把我介绍进安利 他就不做了 他没有教过我讲OPP 没有教我做过产品示范 也没有帮我办过一场的会议 但是 就是 真的是特别的幸运 因为我的导师来自马来西亚 他真的是 就从马来西亚来到泉州 来辅导我做这份事业 就一直到今天 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们的邱先生和邱太太 非常的感谢你们 他一直告诉我 你的心心有多大 你的安利事业就有多大 他说 斤斤计较就只有两斤 一直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很小 真的对人情世故 很多都懂得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各位 今天所有到场的亲朋好友们 家人们 真的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导师 和介绍人 来一个感恩的掌声 好不好 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恩每个人的领导人 非常的感恩每个人的导师 那么我是一个药剂师 来到这个选择了这份事业 其实很简单 但是就是在这个事业里 不断不断的成长 真的是成就了我的一生 让我透过这个事业 去了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旅行 那么在这个事业里 让我真的是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我们有两个非常棒的孩子 所以我在想像我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22岁加入安利 35岁的时候 我就做到全福建省 第一个做到FC 所以我是在想 95年出生的小伙伴们 我相信我可以办得到 你们一定可以办得到 谢谢大家 尊敬的傅先生 傅太太 邱先生 邱太 所有的OC 所有的城管家的 晚上好 我是一个医生 刚开始的时候 我老先生跟我讲案例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可能做 因为我觉得当医生 是别人来找我们的 所以做案例要去找别人 你哪有看到哪一个医生 带着一根听诊器 到处敲门说 要不要看病 如果碰到这种医生 有病也不敢给他看 所以后来的时候 我都没有做 没想到的时候 他跟我女朋友讲 讲完的时候 女朋友加入了 老乡讲可以不听 女朋友讲就不能不听 因为你不听 他就换人了 更重要的时候 然后他听到 傅先生在福州讲那场大会 傅先生讲 第一个介绍你自己 介绍谁最难 自己 第二个介绍你另外一半 所以他听完这句话 马上打电话跟我说 你赶快到福州来 我说什么事 他说电话上讲不清楚 来了就知道 所以我到福州的时候呢 听他讲完不想做 可是女朋友讲 没办法 只好的时候 我没关系 我做 过了一个 他问我案例做得怎么样 我说案例很难做 讲了十几个 没有一个人要 我其实一个人都没有讲 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内向 后来的时候呢 这个我问我那个老乡 为什么我不做案例 你还一直跟我讲 他说我认为你很内向 口才又不好 单位效益又很好 又很忙 我觉得你这种人 不可能做案例 反正乱讲乱讲 讲死也没关系 后来的时候 去有机会 当我们要做的时候 我上面都不做了 我女朋友 从福州到前桌来的时候呢 我就写信找傅先生 傅先生就把这封信 给邱先生 就跟他说 你前桌有个部门 在前桌喊救病了 所以邱先生就拿了 这封信来找我们 那非常 所以今天你想成功 最重要是谁主动 自己主动 还有到厦门 听傅先生演讲 他说 你想在案例里面成功 第一相信自己 第二相信这公司 第三相信成贯这个系统 只要你设定目标 一直往前走 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傅先生 所以所有的成贯的兄弟姐妹 只要你做到相信 持续的往前走 你一定会成功 祝大家谢谢 接着我们要邀请了 下一位分享嘉宾 全球政策咨询委员 周婉宁女士 各位安利 安利成官的家园们 大家晚上好 然后傅先生 傅太太 你们好 我一片空白 我是给安利吓大的 吓得抖了 声音都抖了 各位朋友 很多人不认识我 但是讲一个人 大家一定认识我 就是我的推荐人 最后我才讲好不好 然后我今天来了这里 我好像放电影一样 一下子就回到 我刚刚加入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变成 我就是刚刚加入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腾飞了 我刚刚加入的时候 我的房东 所有人 如果周小姐都能够成功 我可以割我的头给她贴 当粗糙亮贴 所以各位朋友 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在澳大利亚加入 列名单都没有人列我的名单 因为这个人左看右看前看 不会成功的 我不具备成功的条件 因为没有口才 没有学历 没有朋友 这样的人能够成功吗 奇怪各位朋友 就是这样 站在了这个大舞台里面 站在了一个国际大舞台里面 还成为了一个国际商人 我想告诉大家 我有三个故事 用短短的五分钟 我浓缩了起来 你们听完我三个故事 你就会拿到成功的秘籍 好不好 你要带着思考 去听我 短短的 几分钟 一分钟 好不好 我想告诉大家 我刚刚加入的时候 就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 而 我的推荐员 要自我介绍家庭聚会的成员的时候 轮到他的时候 你们知道是 他是怎么动作吗 坐在这里 他就半万要不敢站起来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一路轮轮轮轮轮 差不多轮到我的时候 你们猜猜 我是怎么样的动作 谁猜到有奖 我就溜了 你们知道我溜去哪里吗 对啊 太聪明了 你们给你们掌声 我就溜去厕所 因为等我厕所回来了 全部都 介绍完了 舒服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做案例 不用讲就好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在案例里面下大的 那 为什么我一个 不敢讲 然后轮到我就逃避 逃去厕所的人 都能够做得好呢 因为 我很感谢我的推荐员 非常感谢他 他做了一个 以身作则的榜样给我 让我看到 成功并不难 他能够做到 我也能够做到 他给我看到的是什么 他给我看到的就是 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他有点不正常 而每天霸着洗手间 我看他干嘛 他在化眉 因为他是男的 是不是有点变态了 我心里想 如果我做案例 我一定能够做得好 所以 我看到在这化眉 还有一个不正常 不正常在哪里呢 他抢着洗碗 大家知道 他为什么抢着洗碗吗 对 我那时候又不知道 第三个 第三个 他就 一下就短线了 第三个 有很多人 我就发现他 有几个不正常 所以我就哭着 跟我的朋友讲 跟他的同学讲 我的哥哥这里有问题了 他们说 那里有问题 我说他 样样都不正常了 现在 大家都说 不要急 不要哭 你再继续观察他 我们先找个精神病医院 找治找好 那我说怎么观察他 他说 你可以 让他拿拿钱 看看有没有拿错 我说大哥 我借了人家 一百块钱 你帮我拿过来 没有拿错 拿五十块又没有拿错 我就告诉他的同学 没有错 他说 你知道他为什么做安利吗 我说为了钱 没有错才是真的有病 因为他为了钱做安利 神经病了都知道钱了 所以各位朋友 他就是这样做一个榜样给我 所以各位朋友 我的成功秘籍第一条 记住了没有想听吗 就是在一个最好的环境 最好的环境里面成长的 每天看着他家庭聚会 每天看着他怎么做 所以是不是吸收了养分呢 所以当我想做的时候 各位朋友 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总共才有十三个人 全部讲完 没有一个人讲 所以我说 安利不能做啦 你不要走错路 你看看 如果安利是好的 我相信你不是骗我 因为你是我的大哥 但是 如果安利好 为什么没人要 要了不跟我做朋友 所以不要做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是做了一个 专偷人家的 拆人家墙 拆人家车轮子的人 你们有没有做过啊 有吗 所以 但是 无论我怎么反对 我的推荐人给了一个榜样给我 怎么反对都没有效 他就是坚信 所以 因为他的名字起了好 因为他的名字有个尖字 叫周志坚 所以 各位朋友 现在你们也要改一个名字 有个尖字 你看父后见多厉害 所以我们心中也改了个名字 我的名字叫 坚韧步伐 也有一个尖字 所以 在第一个部事里面 我 我选择了 相信 不是安利没得做 而是我的方法不对 所以 当我一想做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榜样 他有着旅游了 我相信了 所以 我看到别人成功 知道 自己的想法不对 当我决定想干的时候 各位朋友 奇迹就出来了 所以 成功 密集 他就教了我 家全立方 他说 如果你想成功 你先完成这个作业 什么作业呢 我在第一个部事里面 总共推荐了九个人 就有六个人做成功了 他要我 一 全部团团转 听一个人的 讲话录音 那就是 父后间的 讲话录音 所以我还现在 二十多年 我还记得 因为 父后间给了我 无从的信息 他说 我百分之三 还要我妈妈帮忙的 我还记得 第二个 我做产品示范 全部躲在地上 这个符合我的想法 我也是这样害羞的 那 这么害羞的能成功 我也能够成功 所以感谢 父后间先生 各位朋友 安利提供创业的平台 谁帮我们成功啊 成功 帮你 实现梦想 所以我第一个梦想 就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 父后间 但是 就是他的思想 他的理念 他传承了 美国安利 以为是正宗的 理念 我吸收到了 我每天听那个带子 给了我无从的力量 这是成功的 密集 大家知道了吗 成功 成功帮我们 实现梦想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我去紧跟 开脱步伐 95年 我还记得 在广州的盘福路 李景记大厦 父后间的 先生的办公室里面 轮流奖 OPP 就是在那里 我在广州 又真正认识了 父后间 95年 参加了他 两场的演讲会 也是一句话 激励了我全行的 十二十年 那一句话呢 他在十分钟的演讲里面 他说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就是激励到我今天 这也是成功 实现了我第二个梦想 第三个故事 就是2008年 我又紧跟了开脱步伐 有机会 见证了 两个国家的新开张 一个是中国 第二个是越南 我们 从零到没有 所以第三个 我也是跟着 傅后间先生 去到台湾 去到越南 因为我知道 他的队伍太大了 我想听他的演讲 太难了 我只能够 跟到越南去 所以经常他在对面讲 我在这边讲 我们的越南的伙伴 能够吸收到 最尊重的营养 所以去年 整个越南去了 470人旅游 从我的团队 已经去了 200人了 各位朋友 就是三个故事 短短的 三个故事 验证了一个 成功的秘境 我今天 赢在 我今天 也是 在最关键的时刻 我从来没有来过 成关的联会 我是第一次 但是这一次来 是即时 是一个 转折点 我们 我这一切 带了大概 从我开始 带了 大大概 大概 两千人左右 来 更新脑袋 所以各位朋友 你们带着 一个思考 我今天讲到这里 你们拿到秘籍了吗 这就是 很简单 很多人都很努力 拼命 埋头 苦干 大家都努力 但是 你要 努力在 点子上面 那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 带人来成关的 大会 更新 每个人的脑袋 力就 很容易成功了 谢谢大家 接着 我们要邀请着 下一位 分享赞品是 两地全球政策 知情委员 李月老女士 富先生 富太太 前排的 FC们 全级 以及我们 陈冠 全球家族 大家晚安 我叫做李月荣 我原来只是一个 私人 一个小公司的 会计人员 我是一个 很努力工作的人 我除了 上班 晚上我还念夜间部 我还要兼30家帐 所以 等到 平常我上课的时候 都是坐在第一排 等到赶帐的时候 就跟同学拜托 我坐到最后一排 全班的同学都知道 李月荣是最爱赚钱的 所以当我的同学 知道安利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告诉我 李月荣 我告诉你一个 赚钱的机会 你不用记账记到 那么辛苦了 我说什么机会 安利 那个时候是在1984年 安利刚刚到台湾 两年多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安利 我问他 安利是什么 你去听了就知道 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在寻找机会的人 因为我大学 我高中毕业到台北找工作的时候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可以白天工作 晚上上学的工作 我在那张办公桌做了16年 16年之后 我的老板的孩子要绝分 他的对象就是我们斜对面的公司的会计 我每天就在想 我是要坐在 办公桌 坐在 坐在里面等人家娶媳妇 还是赶快离开 让人家娶媳妇 各位朋友 如果是你呢 所以对我来讲 想要换一个工作的愿望 意愿是很强的 因为 我家没钱 我先生家也没钱 所有的开销 所有的买房子买车子 都是必须靠我们自己努力 所以我是一定要有一份工作的 那个时候 我要换另外一份工作 不是这么的容易 因为我已经有小孩 而且我在那个地方上班 我可以捡猜 别的地方是没有得捡猜的 就这样 所以 刚好我的同学告诉我 安逸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自己去听市场计划的 他给我了一个地址 然后我就上去 那个修静音小姐 讲市场计划给我 就是他的弟弟 我看到他产品示范 我眼睛发亮 他画圈圈 我看到那个圈圈 最重要他告诉我 安逸 只要投资九百块 你 你 赚了 赚了 如果你赔了 如果你不愿意做 你就九百块拿回来 我心想 九百块我还赔得起 最重要是他告诉我 如果 你想要做的话 有人会教你 而且东西用不好还可以退 有满意保证 就是因为这些因素 我当下马上签字 然后我去上来一堂课 礼拜三加入 礼拜六我先生回来 我告诉他说 我加入 我找到 他说找到什么 我找到安逸 他说安逸是什么 他说安逸是 我说安逸是卖清洁剂 可以赚钱 可以赚很多钱 可以出国旅游 可以传子传孙 可以 还有用不好还可以退 我先生看着我说 你要上班上班 不上班 就回到家里来 不要在外面乱搞 就是这一桶冷水 所以 我就离开了安逸 我常常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我的同学推荐我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什么成冠 是什么样的系统 早期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结果我就很幸运 进到了成冠 因为一贯LC 让我对安逸产生好奇 我坐在教室里面听 听了三个月 我终于听懂安逸是我要的 我想请问各位朋友 听了这两天的会 昨天晚上睡不着的 可不可以几个手给我看 昨天晚上你睡不着觉的人 哇 为这些朋友掌声好吗 掌声给他们 当我听懂安逸的时候 我真的是睡不着觉 我不是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我好几个礼拜都睡不着觉 可是我白天精神很好耶 真的安逸就像我们所说的 你可以努力一阵子享受一辈子 我想我个人就是最好的见证 你努力一阵子可以做你 可以选择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在1985年的时候 我们决定发展案例 10年后95年我们成为双钻石 97年我们移民温哥华 那对我们来讲是圆了一个移民的梦想 还没有做案例的时候 我的朋友 我有好几个朋友移民都找我 找我们一起去 可是我们评估自己 我们没有经济能力 没有语言能力 我们没有同行 心里有一点点遗憾 一直到我成为钻石的时候 我在下线 咬我说上上下线 我们一起移民温哥华 我们二话不说 就跟他一起办移民 我们不为政治理由 我们也不为孩子的兵役问题 也不为孩子的学业问题 只为了完成我们心中的梦想 完成了移民到国外居住 这就是安利很棒的地方 在我60岁的时候 就是安利50周年的时候 我开始在想 60岁的后我要怎样过 周围的朋友60岁都去当义工 那我要做什么 什么样的义工 想一想 对我来讲 最棒的 最好的是 我最大的专长 就是怎么样去教导人 把安利发展成功 帮助需要 我有能力去教会他们 怎么样去开发市场 怎么样去透过安利 完成他的梦想 所以我就选择 用义工的姿态来做安利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快乐的安利人 上个礼拜 有一个姻缘 我们到了高雄去见 实际的正言法师 实际上人 并且参加他们的岁末祈福法会 在那个法会上 有三千多个 六十岁以上的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都是持继的义工 他们每天的每天的工作 就是到持继站去 持继的资源回收站里面去 把那个收回回收的塑胶瓶 把它采平 然后打包 然后送到工厂里面去做衣服的原料 你从他们的脸上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 他们的幸福的感觉 我真的很感谢上人 他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价值 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太多 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年长的朋友 都是抑郁寡欢 在家里睡睡念 为什么 生活没有目标 生命没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上人真的好棒 赋予告诉他们说 你们是在做善事 是让地球更干净 你们是在做环保 所以 他们 以这个工作为荣 所以他们 生活的很开心 因为他们在 让这个地球更干净 能够把一个干净的地球 留给下一代 他们在做这么了不起的工作 当下我就在想 如果不做安利 我八十岁的时候 我将会是怎样 如果今天晚上 你做了一个决定 我想 你可以跟前排的这些领导人一样 可以 做了一个决定 开创 属于你自己的全方位成功的人生 谢谢大家 我祝福大家 接着我们要邀请全球政策咨询委员 FAA三十分 罗斌女士 尊敦 尊敬的成冠大家长 傅先生 傅太太 感恩 感恩 成冠的 伙伴们 感恩 我的导师 周先生 周小姐 感恩 所有在场的 所有的 成冠的家人们 给我分享的机会 谢谢你们 我罗恩斌 我一听 我的故事 从 和一个男人的对话 开始 我问 你有房吗 他说 有 big house 大房子 我问 你有车吗 他说 有 劳斯莱斯 法拉利 我一听 哇 终于 棒到大款了 我就决定 紧紧要把这个男人 抓住 我就把我 从零 开始创业的 十六个企业 交给了这个男人 结果这个男人 很努力很努力 把我十六家企业 经营到全部关门 那时候 我已经没办法选择了 我再问他 你究竟是做什么的 他说 我告诉过你啊 我是做make dream 我是做梦的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可是还好 这个梦 一不小心 就做大了 我们 就开始一起努力 在 超过十年前 我们已经做到了 皇冠大使 所以我们的生活物质 这个享受 真的很棒 我们家有很多名车 我现在开兵力 墓上 我的小儿子都开劳斯莱斯 每一年我的伙伴都会问 罗董 你的车 卖吗 要换车吗 我看到我的伙伴说 我说 你买不起 买个轮胎 你都买不起 我说我不卖给你们 我要陪你们 一起奋斗 超过十年 我们每一年都达到 皇冠大使 每一年参加 FC的旅游 在前个财年 我们还达至了FA 30分 在过去的一个财年 在中国市场 有些伙伴觉得 有些挑战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 稳健发展 还是达成FA30分 今天安逆这个 这样的一个成就 让我们生活过得很好了 可是我觉得很多的伙伴 他们还在 在物质上 在精神上 还在追求 所以我们设定目标 要陪伙伴继续奋斗 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 人都需要有圈子 对吗 各位认同吗 不管你有钱没钱 你都需要有圈子 在前天 我下飞机 我知道有接待组来接我 我就非常自信的 推着我的行李 走 我心想一定有人很热情的接待我 结果我已经走过了整个的这个 机场已经出去了 都没看到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想想不对 我又回去走了一圈 结果一群伙伴突然间很兴奋的说 哇 欢迎龙皇冠 哇 欢迎 我觉得我已经走了两圈 都没人看到我 然后安妮里面的这种 赞美鼓励是不是很厉害的 那些领导马上说 哇 因为你太年轻了 我们都没想到 皇冠大使像你这么年轻的 所以我们都没看到 我就感觉到 如果我不做安妮 我是多么的平凡 多么的普通 走在马路上都不会有人看我 每个人在各忙各自己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做了安妮 突然间这群伙伴就涌上来 又送花又很兴奋的跟我拍照 哇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兴奋 就是因为我们分享了我们一些创业经历 得到了认同 得到了这种尊重 你说安妮值不值得 然后在创业的过程中 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 顺便赚到健康 顺便赚到了看上去年轻一点 好不好 好不好 第三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安妮这个环境里面 非常美妙的就是这种 一直在学习的氛围当中 让我们学会了与人相处 我有两个儿子 我有五只狗 我有两匹马 大儿子是很棒的营养讲师 也是在美国是高级主任 和中国都是 非常棒的营养讲师 那我小儿子 是北美的Diamond 他自己经营八个公司 非常的有组建 然后每次跟他吃饭 他都会讲他一套一套的观点 然后他说每一次只要和我在一起说话 他说我的观点跟他都不一样 他说他要把他的企业做到上市公司 每一次跟他吃饭 只有他说话 没有我说话的份上 他会讲五个小时 我偶尔擦一下嘴他说 妈妈你又说话了 后来我变聪明了 他讲的很激动的时候 我问儿子 你今天喝了幸福餐了吗 就把气氛缓和了 然后我儿子就没办法的说 妈妈你又说那话了 结果 我刚刚还没讲那个男人是谁 你们猜到了吗 那个男人叫郑浩天 就是跟我有特殊关系的那个男人 叫郑浩天 结果这个时候郑浩天就会说 妈妈说的是对的 然后我儿子说 爸爸请你不要说话 你跟妈妈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 连标点符号都没变 可是就是因为安宁里面学会了这样 跟儿子跟伙伴相处 我觉得很快乐 真的 在这里最后感谢各位 祝福各位 再上台阶 谢谢 接着最后我们要邀请的下一位分享嘉宾是 全球政策咨询委员 FA30分 周志杰先生 亲爱的父太 父太太 父先生 还有陈总经理 还有啥要交到所有成功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今天 今天 是我生意 谢谢大家刚才 给我祝福了生意 我手机也收到了太多太多的祝福 所以也不能一一回来 再次 谢谢大家 陈总经理 谢谢大家 台湾我都收到一个漂亮的女士送花送水果给我 谢谢陈总 台湾是我们的福地每次来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来之后 刚才我妹妹说她带了两千多人来 那应该她顶多也占我一半吧 不好意思 父先生我不应该说 因为很多人说最近大陆气候不好 很难来拿签证的 我说管她先拿了再说吧 原来是很容易拿的 说来就来了 比以前容易多了 所以那些没来的觉得很难申请的错过了 所以其实每来一次我都大有收获 我参加案例是1989年 那时候在澳洲原来在中国我当医生 后来1987年我出国了 是一个不心肝上班看五份报纸 没事干 所以我就出国不当医生 我到澳洲我不能学义 因为我没钱 我算了一下 我在中国200块人民币的工资 在澳洲交易人医学费要 2万多块澳币 也就是我工作200年才够交易人的学费 所以我放弃了 我学了商科 我在餐厅工作 洗碗 辛苦 我当了厨师 厨师被人管 我当了厨师长 当了厨师长的时候 我才发现 不好玩 工资高了 工作时间短了 但是 到顶了 两年我就找到这个行业的顶峰 我不心肝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当老板 但是一时也没机会 后来有一天算命说我命中注定有三家豪宅 我马上做决定 问他 什么时候有 他说天际不可适 不可适 我想 说我有应该有 如果我继续上班 哪怕我做餐厅成功了 我买三个餐馆而已 怎么可能有三家豪宅 所以最后我决定 不要做餐馆了 要找机会 就这样机会 来了一个 马来西亚 华人到澳洲去旅游 当地 还请他演讲 我的同学被拉去听了 回来告诉我 有个生意 投资少 没风险 可兼职可穿职 不用文饼 还有人教 我说我全符合了 我说这么容易 能成功吗 他成功了 可以赚很多钱 又不用再投资 还能持续发展 我说太好了 成功了 可以赚很多钱 又不用再投资 还能持续发展 那不就等于 钱越来越多 正好买三个大房子 命中注定 干 所以一年后 我做到银章 我做到银章 第二年 我做到明珠的时候 我的那个恩师 陈老板 陈观田先生 再次到澳洲 所以我第一次见陈先生 就是在第二年 我上了明珠的时候 他来澳洲 讲了一堂课 令我的推荐人 把我带进了安利 两年后 他再来一次 我上了明珠 第三年 他再来一次 上了翡翠 第四年 再来一次 我就上了钻石 所以也很简单 不是跟着领导人吗 我不认识傅先生 只听说有个傅先生 到了94年8月 陈老板告诉我 傅先生带着100多个 台湾的翡翠钻石 到中国考察安利 你们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所以我就离开了澳洲 回到离开八年的中国 第一次跟傅先生 在香港在中国见面 然后就跟着陈观大家庭 回到真正的陈观怀抱 就走了这21年 好 21年 当然每次有机会 在马来西亚也好 在台湾也好 在泰国也好 搞联会 所以我给陈观带来很多的麻烦 就是人多 就是人多 是不是 但是 我发现 这样好啊 每次都多一些人 每次都多一些领导人 最后 不就是 成功了 所以50周年 安利 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全球 全球有1900多人 出席 啊 900 总比上次的比例多点吧 是不是 所以 这 21年呢 从 我13年上 03年上FC 到现在我旗下有18户FC 到底 鑽石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 然后 前年我除了在中国做到30分 还在澳大利亚也同样获得了皇冠大使的执行 那房子多了 但是 还是想干 过去说 做到钻石都不干了 现在反正 做到钻石那么好 为什么不干呢 上了总 EDC又觉得 EDC那么好 为什么不干 上了FC反而更好 现在安利 一年前我去五次旅游 今年我去了三次欧洲旅游 一次美国旅游 一次印度尼加的旅游 一次印度尼加的旅游 好 时间也到了 我是该把话筒交给主办单局了 谢谢大家 我行 大家一定行 谢谢 谢谢周志健FC的分享 也谢谢所有FC精彩的分享 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 成为安利最高增容的FC 原来可以是不同的职业 可以是不同的性格 可以来自不同的地区 可以有着不同的年龄 却共同可以透过成冠系统 在安利事业里面成功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份信心 给了我们多么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再给所有的FC一个热烈的掌声 现场的成功的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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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把宝贵的时间 交给我们的大家长 傅浩杰学生 好 谢谢 谢谢 请坐下 请坐下 大家好 这次的舞台有点特别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设计这个舞台吗 傅太太跟我说 这个适合那个像Chanel走秀的时候用的 好像不大适合安利 不过后来她想了一下 她说 其实 因为这几天我们很用心的在 不是这几天 这几个月这几个礼拜 很用心在讨论 怎么去把这个会议办得很好 尤其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些FC皇冠大使 他们太重要了 怎么去这个接待他们 怎么去让他们来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备受尊重 这样的话她才能够在会上发挥 才能够给你们功力 这个思考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失望啊这几天 不过不太讲 她说 其实 他们不是主角 我们不是主角 主角是你们 你们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尤其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 成官的佛伴们 家人们你们好 我们设计这一个舞台 老实讲一句话 你看这些都是已经非常成功的 FC啦 钻石啦 我们在演讲的时候 他们要 他们比较辛苦 他回过来看我们 可是我跟你们的话 就记录就很近了 你不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吗 对不对 有两句话我非常喜欢 第一句话 托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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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文豪 他在这个故事之间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人生就要不断的追求 而且很适合我们 我们就是不断的追求 你说是吗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也就是为了追求你们的未来 你们的梦想 对不对 追求成功 对不对 第二句话 成功不是终点 成功是一趟旅途 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 真的 成功不是终点 成功是里程 所以这个过程 必须要精彩 你说是吗 现在此时此刻 就是我们的旅途在进行当中 所以 此时此刻 各位你们必须要过得精彩 过得快乐 各位伙伴 永远要记住 要成功 就要享受 做安利 就要享受做安利 享受做安利的过程 不要说安利开会又开会 开会是让人家快乐的 你说是吗 开会让我们很兴奋 各位 如何才能够真正去享受 此时此刻的这种氛围呢 记住 记住 你们是主角 不是我们是主角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享受的话 你要参与我们 参与 参与 也就是说 当你们觉得该鼓掌的时候 就真的鼓掌了 你们要真正的鼓掌 手机就放在包包里面 iPad收起来 各位 你们不用做笔记 不用录影 我们会用最高清的 最先进的摄影机 我们会摄影录音 之后你们全部都会有 对吧 你们回去之后 就马上能够收到这些录像的啦 所以 要鼓掌的时候就真的鼓掌吧 刚才 刚才我在听周日间周婉明这个歌 兄妹 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真的各位 我觉得 今天晚上 各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能够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缘分 也是 大家的福气 你知道吗 周日间讲得对 他常常给我很多的困难 因为每次 要票的时候 他就是拿最多 而且 他都是最快付钱的 我说我只能够给你500张 他就寄2000张的票钱过来 要跟他写 他说没有关系 如果万一真的没有票的话 那你才把钱退给我 如果万一有人退的话 那你就全部给我 各位你知道 当我们这个开始宣布说 我们要办这场会的时候 其实 光是他的主 大概订了1万张票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把他票砍 砍 砍到几千张而已 总是要留些机会给你们吧 对不对 不过 不过 我希望说 今天第一堂课 就把这个给协会了 以后 只要任何成功的活动 赶快争取票 对不对 因为今天 这个 有很精彩的这个节目 我坐在那边听 这些台上的分享的时候 我记得周朝胜他讲 本来是什么两分钟 又变成三分钟 又变成五分钟 又变成十分钟 又变成三分钟 他说他乱了 我坐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也乱了 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 可是因为太严的 所以他这个 时间上是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特别来宾 要来跟各位分享 那因为时间有点差错 所以就说 啊 父亲没有关系吧 你的演讲 你就这个 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万一这个 他讲长了 那我就讲短一点 如果他讲短一点 那我就讲长一点 所以我就在那边想 到底我要讲些什么呢 我怎么能够讲到一半的时候 刚刚精彩的时候 他来了 我要看一下 到底他来了没有 因为 你们不是有这个 来了没有 还有吗 还没有到吗 好 那我就继续分享 那如果万一他到了 你过来跟我这个分享一下 我这几个老朋友 一直看着我 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吗 没有吗 好 继续讲 好 继续讲 各位 因为我们这个好朋友 太重要了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这个终于来了 我们这个朋友 等一下这个分享的时候 各位难得他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你们这个掌声要热烈一点 对吗 OK 如果你们想要尖叫 要欢呼的话 你就欢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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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friend a very important leader it's going to share with us it's going to speak to you what's the say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leader the president of Amway Corporation Dak Divores 大规控告 응 DiVore 可以看到他們嗎 我可以看到所有人 我已經看了一段時間 你做得很棒 我愛你 好,我們到了 富,你只在說完,我沒有錯過任何 真真好,富,富,它是好 真好,有的無盡 看見大家出現 sticking together like you are it's just great to be able to connect this way although I do wish I could be there personally it's always better ah my goodness Well Fu if it's okay I'll just make a couple comments and then we can talk a little bit does that work okay Fu does that work okay for you? whatever you want oh goodness well it is so fun to to have this chance to connect and I have been watching there's actually a group of us here in Ada that are watching and seeing what has happened there, listening to leaders speak, seeing the energy of the crowd is a wonderful thing and as you talked about the Amway business, it's a process it's being part of it and it's been such a part of my life and being at meetings like this is such a part of my life that even through even just using technology to be a part of it is fun for me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see what you're doing on stage, to see what others are doing on stage and to seeing the group that's come together because the Amway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for the business is bright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we see so many things kind of going around the world coming our way if you will and I should stop for a second I just want to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the translation is working and people can see on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how it's all going alright oh goodness well I I just like I said this is an exciting time for the business you know I have an opportunity a lot to go to different conferences with other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interact as we talk about global economic issues and sometimes it's pretty boring I have to say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re are people there who will seek me out and stop me and want to talk about the Amway business they're curious about Amway many of them have experiences in Amway either they were in the business at one time or they knew people that were in the business they're very familiar with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and they're always really good at connecting the dots between the Amway opportunity in our business and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economy globally and our conversations continue to be around the strength of our opportunity the ability that we have to connect as the global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now I know we hear a lot of times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challenged and it is in many respects but not for us because Fu as you know and so many of your leaders know the Amway business grows in good economic times or not so good economic times because the future of the Amway business is really up to you your leaders and everyone who's in that hall with you today because it's their determination it's your determination it's your hard work that continues to take the business forward in good economic times or in not so good economic times and we have the tools and the resources to be successful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we've got the products in the right categories that are growing and dynamic and we can compete well this is just a small example of how we can apply technology to enhance 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d to learn and to work together and to operate the business this technology that empowers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ere in fact empowers them so much that they're taking photos and recording the program the whole time you're speaking and it's so fun to see that sort of image where everybody has technology that years ago we couldn't have imagined certainly not when the Amway business started a long time ago so this i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you Fu and your leaders and all of you at this meeting we're proud of you we're grateful that you've come to this meeting to learn about your business and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Amway business opportunity will be strong for you for your future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build it together so Fu maybe there's a couple things so it's probably a little hard to just watch a video of me talking maybe we can share a couple thoughts and have a little dialogue going forward from here but thanks for letting me come to the meeting like this 各位夥伴 我想 他们 也 的确不容易 创造 历史 因为 这是第一次 雅达城 跟安利的佛伴 年限 所以难得这个机会 我们问他几个问题 好不好 我问问题的时候 应该会 这个 我用英文 跟他沟通 然后等一下 你们看这个字幕 好吗 doc fir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convey our gratitude to your father Rich DeVos and Jim Venander for starting this fantastic opportunity to help us achieve our success thank you I will pass those greetings along dad will be very excited to know that we've connected like this and had this opportunity and you know his dedication his love his commitment his entire life devoted to this business to you know to help and support us we really thank him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convey our message to him I will convey that absolutely Poo he's he loves to hear that he loves to hear of these things and I really enjoy having the time to go back and tell him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business today so I will definitely pass that along we wish him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and all the best all right very good thank you now we have about 10,000 MWA ABO here you can see from that reaction they are very excited and they have you know they have big dreams and they are eager you know want to be successful so now I would like to just you know ask this question you know what's your thoughts on the future of MWA you know how MWA going to develop in the future and your direction of leading ABO to us sure sure well you know Foo that's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here that's the whole the whole idea of getting together in the MWA business I love it because we'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and in the MWA business we have the added benefit of being able to talk about that future because of all t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in our past and so the future we know is going to b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past the things that dad and jay did the things that leaders did in the Amway business in the very beginning created that foundation that allows us to look forward with confidence so I remember when dad and jay were reflecting in the 1990s as they looked back and wanted to tell us and tell all of us in the business about the ideas that they had when Amway started you know them and many in the audience will know them as the founders fundamentals freedom family hope and reward they articulated to us that those things would be critical for those of us for us to remember always and for us to use as our foundation and we went a little further about how we would work together we talked about values of the business of partnership and integrity of personal worth the value of each and every person in this audience and in the Amway business around the world we talked abou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celebrating achievement like you do so well and we talked about the power of business ownership a free enterprise the ability for people to have a business of their own and so the first element of the future of the business is that it will be based and be firmly grounded in the values of our heritage of our legacy that are valuable that have connected with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the second thing that is important to think through is that we know that we operate in a very unique and dynamic marketplace together so today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connect those values that we have with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and so we have to be able to change with it we have to not just change but improve get better get faster make greater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t brings to us have greater insights into the marketplace and so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together are continually helping us learn so we can improve and be better because we have to move forward and connect with the marketplace today connect with so many of the people in the audience who are at their first Amway meeting and have had their first Amway experience and are wondering what this is all about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that new people have grown up in is very different than what I grew up in and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foundations the founders fundamentals and those values connect with them the same way they connect with us and we have to show them that the Amway business is connected to the marketplace and fully integrated with everything that they've experienced as they grow up so they can see how the Amway business can be part of their future and their life together as well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ve accomplished for nearly 60 years because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we've gone through something like this this is a continual process where we have always been able to take the foundations and connect to risin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and connect to the dynamic chang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marketplace so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business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insights into the marketplace in our product development in our operations in our support of you and we will invest in each other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business and really any business is about people and it's about us working together so that people will have a better opportunity in their future and so while there's hundreds and thousands actually of initiatives and work plans happening around the Amway world they are all focused to making sure they help each and every person in this hall and in this business so that the opportunity becomes more real and stronger for everybody thank you so on I believe when you share the share will you be more confident to to feel that you have to you believe you hav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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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k, I hope that you can feel that, you know, the 10,000 over AWO here are very excited and full of confidence about, you know, Amway's future, about our future, about their future.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Amway, what we can accomplish is unlimited. Now, there's a challenge here, you see. I've been in the business for almost 40 years. We have deep confidence in the Amway business.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But somehow we face a lot of challenges. I think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is about, you know, public perception of Amway business. As far as reputation is concerned, you know, Amway Corporation is, you know, very good reputation. Amway products, the very best in the world. But somehow, you know, there are some, you know, the public have some misconception about the Amway business. So, so, so our, you know, image is kind of a controversial. It's not bad. But I think it can be better. And I believe that, you know, if Amway company's reputation can be that good, product's reputation can be that good. I see no reason why we cannot impose the reputation of Amway ABO. And deep inside me, and also, I believe that all of the Amway leaders, they also believe that, you know, if we can help the public to really know what is Amway all about, and to really change their perceptive about the Amway business, to help, you know, our reputation. I tell you, what we can achieve in the future will be beyond, you know, our wildest imagination. So,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his question. You know, what can we do as an Amway ABO to work with a company, you know, to help to enhance the reputation of Amway business? Sure. Well, you know, Fu, you raise a great topic. And it speaks directly to how the Amway business connects with the marketplace. And I think there's a,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a few things that maybe we can pull out of it and work on together.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make, that we make the commitment to work on this challenge together. That we approach the marketplace as one Amway. And we've used different language in different markets, but that we fly one flag. That that's what we do, the Amway flag. That we, that we come together and we speak with the same voice, with one voice. And that we come together as one family. That we're all part of this business together. And so, when we speak and when we work in the marketplace,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e challenge of being one is tremendous when there's thousands or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operating every day in that capacity. And so, so I think there's a, a few things that we can all remember. And if we can bring ourselves more closely together in how we work and what we say especially, I think it'll be important. Now, let me first say that we don't want everybody to be exactly the same. You are you. Every person in this audience is a unique and special person and they have value and worth. And so, to tell your own Amway story about what the business means for you, what your goals are for yourself, is always important, is always helpful, and a critical element of, of what we do. But there's a few things that, that we can probably talk about to make sure we avoid. I'll start with that first. And that is to try the, let's avoid trying to make something out of Amway that it isn't. To try to oversell our products or oversell the opportunity. It doesn't need that. All we have to do is talk about it in a simple way. Now, the Amway business is a challenging business. It's, it's hard work for people to be successful. But we don't need to oversell it. We don't need to try to tell people it's easy when we know it requires hard work, when we know it requires commitment. So, I think that, actually,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solutions to this. My dad and Jay were so in favor, and they loved this sort of use of technology. Because we can get the exact information to every ABO around the world. So, if there's a product question or a business question, there is a resource that you can access right away to get the answer to somebody. And you don't have to make something up. And you don't have to oversell or try to give somebody an answer that you think they want to hear. We can just tell them what the Amway business is. And we can be proud of what the business is. I think the second thing, as we go along, and, Fu, you know this. And your leaders know this, as well as anybody. Because you worked with Dad and Jay, very directly. And you worked with Dr. Jerry and other leaders at the beginning, when the business was growing and those foundations were being created. and it's what we call Rich and Jay Amway. You spoke to it at a Founders Council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You addressed the very issue of what we need to do to stay together with that one voice and be Rich and Jay Amway. So, I think it goes for all of us around setting some clear goals. But we can't do that for you or for anybody else in this hall today. Each person has to have their own goals of what they want to accomplish with the Amway business. And next, they need to pursue those goals in a way that they can achieve them and continue to achieve them. We call it a sustainable manner, a way to build the business strong. There have been times in the past, and you've seen it, many of your leaders have seen it, where people try to do a trick. They try to take a shortcut to success. and they may achieve something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it doesn't last. And they set a goal that they reached for a moment, but they didn't stay there. And it hurts them, and it hurts their ability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in the Amway business. So, building the business that achieves your goals, and as you said, Fu, engaging in the process to build it right. When we work together along those lines, and when we identify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that we know about how to build it right, which is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t this function right now. And you and your leaders are talking about the beliefs that you have, the vision that you have, and the way to build the business in the proper way. That's exactly what we need to address this issue. And so, coming together, and addressing it like this, I'm grateful. I'm grateful that you asked this question, and that you addressed this issue. And we can improve how we work together, but it's also up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o be that one Amway. Fly under that one flag. Fly under that one flag, speak with that one voice, and commit ourselves to be that one family. And knowing that building a business, achieving a goal, any goal, comes with challenge and with hard work. And there's no shortcuts if you want to be great. So, when we work on the right things together, I think that's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and enhance our reputation for all of us. Because the Amway business includes everything. Amway can't be successful if the company has a good reputation, but the products don't. Or if the products have a good reputation, and ABOs don't. We can only truly realize that potential that you talked about, Fu, when we all come together. When we talk abo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the ABOs, the products, and the company together. Those are the four elements that make Amway what it is. And that's why partnership is the key element, was the first operating value that we identified and that we talked about. And it has to be supported with integrity. That our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matters. And that we do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partners. And that we do what's right for each other and for the marketplace. That we're honest with people. That we protect them and help them. And that we work with their best interests in the top of our minds. And so, I hope that's a helpful way to look at it. But I do need to say, Fu, that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audience, when we look around the world, and when we look at examples of Rich and Jay Amway, you and your leaders demonstrate everything Dad and Jay talked about. Everything that was built about being strong with that foundation. And building a business that is sustainable. Of achieving goals. Working hard to achieve those goals. But being able to sustain and grow to the next goal. So, I want to thank you, Fu, for your leadership. For taking these values to heart. And I want to encourage everybody in this meeting and who's going to watch this broadcast on whatever form or whatever technology they use in the future. to listen carefully. Because the things you're saying and the things you have done throughout your time in the Amway business that you have demonstrated by your leadership are the elements that will take us forward, enhance our reputation, bring all those elements together, and help us reach the potential that you talked about. So, I appreciate your leadership in this, and I know everybody in the audience feels the same w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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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ready? One more question. 所有人都很激烈现在 他们已经决定了一个大目标 你们知道我们的团队是A60 在这些语言 他们全部决定了他们的目标 参与Diamond by 2018 所以我们的所有人都能够到 Las Vegas 加入你们 加入其他人的领导世界 去祷福60年 MW Anniversary So I want you give them you know a few suggestions or encouragement Sure Well I First of all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at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leaders to come together So let me maybe talk about a couple things that might be important for you The first one is always have the recognition that this is your business and the goals you set are your goals So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set your goals and take ownership of those goals that you will make the commitment necessary to achieve those goals and so and those two things go together It's one thing to be excited about a goal of going diamond and being at A60 It's another thing to have the plan in place and the the work plan the commitment of what you're going to do to achieve those goals because it starts tomorrow it starts now you can't put off the work and and just think that magically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years down the road it requires a decision a commitment to walk out of a meeting like this or to to walk out of any sort of session or just make a decision by yourself whenever that is to say I'm going to do this I remember dad and Jay talking in the very early days about how they were wondering about what they wanted to do and they had different options of what they could consider and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they made a decision this was it this is the business we're going to do we're going to put all of our efforts on this business and every other option we're going to set to the side because this is our goal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they Jay did it his whole life and my father has been doing it his whole life ever since nothing else it's a big decision it takes a lot of hard work and you need to fully consider that if you want to be at a 60 the other thing I would put around it is the fact that you can have confidence that when you make that decision you will be surrounded and supported by people who will help you through those tough times who will help you commit to doing the work necessary look at the organization here if you're brand new if this is your first Amway experience at this meeting look at all the people here who are there to help you as we do stud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people talk about their desire to have a business of their own one of the greatest barriers that they articulate is who's going to help me who's going to be there for me who has done this before so that I can be assisted along the way so I don't have to learn every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myself this business answers that question the Amway business removes that barrier look around look at the leaders who don't just talk about this but have made the similar commitment that my dad and Jay did they made a decision years ago and they have worked at their business ever since they have built their Amway business in a strong and sustainable way and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have confidence that you can do it too you can do it too the Amway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available for the newest person to be successful many times an excuse that people will say as well others have already done it there's probably no more opportunity left you know I should have gotten an Amway years ago then I could have been successful that's not true that's not how it works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today is better than when leaders got in years ago there's more support that you can get in the marketplace there's more leadership examples that you can follow there's greater strength and stability of the Amway business around the world and when we do studies the environment is more and more open to the idea of having a business of their own than it's ever been there's great support for this so you can do it too and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have confidence because as a company we work together with your leaders we work together with Foo and the other leaders there and so many to find the right ways to find the better solutions of how we can support you and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 right products you have the right operational support you have the right training and the other elements that have to come together from the company and it's that working together that gives all of us confidence you can do it too you can set that goal whether it's A60 or whether you have a different goal whatever it is it's important because it's your goal and I would just encourage you to think through just like my dad and Jay did years ago what's it going to be when you leave here tod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at are the actions that you're going to take it's a decision with your head and with your heart to say I believe in this future and I'm willing to do this work and then we can engage the work of our hands to actually make it happen and always remember the support and the surroundings that you have to help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so tho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come to my mind whenever I think about these sorts of secrets to success you know a lot of the the core ways to help people build the business that's why you have meetings like this and that's why you conduct the training you do so we're grateful for your attention to making the dreams that we all have the goals that we all have and we'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em for th decades in the past and we're committed absolutely committed with you with your leaders and with other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sure the opportunity is even better for decades into the futur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谢谢德地卫斯 他们的早上大概六点就起床 准备这个会议了的 他们在几天前就把 美国最先进的这个仪器 送到台湾来测试了的 所以他也忙了好多天了的 我们再次用欢呼声来谢谢他 我相信我们的欢呼声 会让他终身难忘好不好 Duck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s everybody Have a great meeting Bye bye Okay bye bye Thanks everyone Bye bye